缺戰中環,稍遲開了一波 對不起,遲了很多,遲了20分鐘 對不起,跟大家說對不起 有家居意外 對,有家居意外,因為雪櫃壞了 真可憐 雪櫃壞也算是冰櫃壞 冰櫃壞,所以這裡變得有點像大洪水 周圍都水汪汪 要馬上急救 如果不然的話 如果會浸死牠的貓 就很糟糕 這件事很重要,其他事少,隻貓是大 如果你們去過那個凍肉店是停電 那你就明白那個威力 死屍味,你聞過一次,永遠都會記得 最近香港也發生了一宗 那不是死屍味 至今只是因為雪櫃壞 最近就是牛頭角大火之後出過這個問題 附近一堆凍肉,就沒有人有辦法去處理 到火夠熄後,就臭氣氛 所以當然要避免這個情況 但遲了開波 對不起,所以要快救了那些凍肉 救了一些鮮肉 對,先救了一些鮮肉 鮮肉已經夠了,現在我們可以正正經經開始了 在入了我們這個無限要講的話題之前 哇,爆了,很多爆 外表有其他火頭 外表有很多東西爆 香港完全不佛話題 通常是星期三特別多東西爆 就約來開麥克風 立法會是星期三來 還有很多新聞和政黨的活動 都是選擇在星期中那裏 而且每次宣誓都要選擇星期三來 有更新給我們講的 多謝立法會開會 多謝立法會議員 今天又玩新的東西 玩釋法 但在未進去之前 未進去之前 未進去之前 要四個玩笑 不是,我說了一些 一落劑劑都要招呼聽眾 先招呼聽眾 一落劑劑都要留意這些言 我只要一落個回答你們 首先,為什麼我們要坐得那麼密 坐得那麼密的原因是 我們其實forum現在是四個節目 四個節目裡面有兩個是live 就是《決戰中華》 以及星期六的《禁室不禁話》 兩個都是live 而live有一個限制 就是這樣的一個島 只有這麼大的 所以我們坐得很密 夾在沙癲 就不是兩位男士特別嫌濕 或者我特別索 並沒有這些原因 所以就不要說 我不表態 我表態,我一向都是政筋危作 沒錯 這個是天使來的 是,老男子 所以大家不要再在YouTube上 就說為什麼要坐得那麼近 又說為什麼次官這麼色 就是金魚佬 其實我們很努力這樣做節目 你們請注意到內容 好不好 即是 context也可以 take out of context 次官是風流 但不是色情搞清楚 而且不是下流 純粹是技術問題 為什麼要這麼多事情想 真是因為live 沒所謂的 因為大家要量解 就是我們小成本大製作 就是在女王家裡 拍這個live 大家可以想像到 香港地 但你打電話也沒有空 怎麼會有空拍攝 就是這樣闊的 張遮張遮 真是小成本大製作 偶爾就會調到我辦公室 去影響外景 當然可以的 你辦公室的風水很好 多拍一些 所以偶爾會有其他地方 但當然要首選 在女王家裡 香歸 所以變成小成本大製作 大家可以忍受一下 起碼這麼溫馨的環境 還有我們的家貓 我們的家貓 是監製來的 監製在這裏 正在看著我們出鏡 溫馨很多東西 有隻貓 不適合聽過 走過來那條尾被罰你 找個屁股 還可以 但因為貓的原因 我們比其他網台議論 議論什麼 非議我們 非議我們 我當然不會理他 因為我們有貓 我們很超然 我們做節目就是做節目 我們不會拿自己 跟其他人去比較 而引起話題 接著去吸精 或者吸讚 還有那隻貓是不展示我們 牠們在玩的 跟我們話題都是無關的 因為你要搞清楚 家屋一千尺也好 我只是佔五十尺 其餘九百五十尺是貓 沒錯 牠才是主角 記住 我是住劏房的 這是第一個 解決了為什麼 有時候要很逼 有時候就不逼 因為不逼的那些是錄景 Live的那些是很逼 因為只有這個島 很細的畫面 第二個問題就是 第二個問題是 第二個問題是 不要再說我的眼睫毛 放過我的眼睫毛 美女是美女 沒有留言 牠怎麼看到你的眼睫毛 我都沒有留意到 有啊 Youtube幾個人都說 鴛鴛眼睫毛單邊 再一次證明 現在流行嗎 我不是證明 我一人對化妝這件事一笑不通 所以 眼睫毛都留意到 嘩 那些人的眼力很厲害 真是夠了 我又回到第一個反應 你們可不可以 留意我們很努力做的節目的內容 對 那些人不要說這些沒有意思的事情 多留意我們所說的內容 內容不重要 你認識內容 老實 讚成也好 不讚成也好 盡量專注在內容 爆粗也行 那些內容真的爆到七彩 沒錯 那些內容有過程 對 對不起 再說一句 最後一句很快 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停看電話 不要每次YouTube留言 都留言 說我沒有禮貌 不尊重聽眾 大哥 我就是尊重你們先看著電話 因為我看你們會不會 斷線 聽不到 沒有聲音 沒有畫面 又或者說你說錯了什麼 或者我們很想聽什麼 你給現場反應我們 那我們立即給予反應 你證明我們都是LIFE 所以麻煩解決了三個問題 入政題 OK 還有很多問題 不過我回答不完 入政題先 爆了七彩 一個半小時的不夠說 今天輪到釋花 輪到警察入場 行政干預 立法踩到胸口 又發生了少女的胸口碰到人 又是那些標準 很要命 問題就是 熱鬧還熱鬧 我經常說 以戰論戰 看看形勢如何 on the outside 就直接看李飛 又飛進去深圳 其實李飛何時 在上一次八三一決定之前 正改那一項 很久了 所以現在市場傳聞 甚囂陳相 很快會釋法 釋法的目標 就以為截虎 就不讓法庭宣佈那些人 可以再宣佈 法庭是未判的 法庭未開判的 是的 他是在法庭有一個正式判決之前 開庭之前 截手 截虎 企圖造成一個既成事實 你一定要跟著人大那個判決去判 不斷理解 古之然難看 不過 你知道我這份人 幾屎乎鬼 技術問題 所以我就釋了幾件事出來 今天我在中環那邊 就在那個留言 我自己只留了幾個問題 即使你想釋法 你可以怎麼釋法呢 就不是想不想的問題 就是你想吃飯 你想洗澡 你怎麼搞呢 所以問題就是 你真的有沒有飯吃 所以變成就是 我留了幾個問題 很簡單 有讀法的 請留意一下 就算不是讀法的 用常識去理解一下 第一件事 你先懂什麼法 你是那個宣誓法 都沒有說不行 還是你想改一個 基本法裡面 基本法什麼都包的 所以不用想 根據基本法裡面的 什麼什麼 等於什麼意思 反而沒有問題 就是 你基本法裡面 不會觸碰到 我們叫做 Substantive Law 就是說你這個operation 很低級的東西 差不多等於巴士上面 不讓你隨便扔垃圾 是敗法 不是說你殺人放火的時候 是大的 基本法 不是憲制層面 甚至不是說 正式嚴肅的法律層面 純粹是一個操作層面 說你應該怎麼宣誓 如果你說這件事都要動手 你什麼都可以管 那你不如說 宣誓只可以宣一次 這是問題 對 你宣衰了就沒有第二次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什麼叫做 只可以宣誓宣一次呢 如果你說宣誓只可以宣一次 第一 我第一個問題就很過癮了 全世界有沒有不先來 有沒有人見過 有沒有人見過 就是說 宣誓說錯了 不讓你有提示報 上一幕網民已經踢爆了 那黃定光就死定了 梁振英 梁振英 梁振英的舊話 稍後才主題 另一個問題主題 黃定光也是 那黃定光怎麼辦 同時 同時 所以變成說 如果我所說的兩個字 立法會主席 無權著情給他再宣誓過 開口看著你也不可以 坐標點符號也不可以 停頓太久 速度你又怎樣管制 上次有人是淫師 淫得好 慢版 然後說太過藝術了 香港人不懂得看 所以說 他沒有說漏話 他只是很慢 還有如果我用朗重的口氣 這個風格 一樣頓錯 還有教主 是不斷咳 斷斷的很厲害 你不可以說 因為他咳 如果他真的有病 他抱養宣誓 神志不成 遭到亂 大龍 你可以同情地理解 讓他再宣誓過 大家明白嗎 如果你說 適法適到這個地步 連那些濕聲 都不准禮 第二次 沒有take two 第一件事是黃定光被淘汰了 都沒有數到教主 那麼嚴重 所以 於是乎第二個問題引申出來了 很明顯 那個人不是想這樣 一定會踢走黃定光 這件事很重要 好 於是乎 釋法是很有趣的 不是說不讓你有第二次 而是很鬼祟地定義你 什麼情況下有第二次 是 想不想 根本不可能是一剔過的 永遠不會的 我講一講話的時候 嘗試斷了禮國 你不給什麼 沒有理由的 對不對 所以很明顯 就是imply 只有一個situation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酌情權 必須要存在 什麼叫做 什麼人 只可以得一剔 但是有些人可以有兩剔 如果有些人可以有兩剔 那可不可以有些人有三剔 你忍耐的話 沒完沒了 也就是說 那個立法會主席 或是監製的人 上前不是主席 你只是行會行政主任 就是說 行政那個人來監製才算 他的discretion 是大到你想像不到的 好了 就算我不是給你第二次 我同情地了解 你只會留了兩粒字 在那五十粒字 或者二十粒字裡面留了兩粒 都出現相同的 所謂著情權情況 在什麼情況下 監製那個人 有權決定 留了兩粒 不致命 明白嗎 肯定這樣說 純粹是常理 不講那麼高深的邏輯 或是法理 就是說 你唯一的釋法後果 如果是為了想踢走這兩條 你認為是辱華的友仔的話 牽一發動全身 你就會設定一個 不可能執行的法律先例 你不可能指著那兩條 我就是不給這兩條 法律不可以這樣 明白嗎 一定要客觀形容出來 就說 如果宣誓只能一踢過 於是你所謂的例外情況 例外情況 加回例如 留兩粒字不要緊 又或者 他停止 純粹意外 不是 有心 有心 法律不能判斷你有沒有心 他現在是可以 法律不能判斷你有沒有心 但你見選主任也可以 我不相信 勒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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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 還在上訴 但問題是 他的判斷通常是從 諸心之論那裡入手 沒錯 這才令人害怕 你一定要很主觀地行使 這個著情權 我不相信你 沒有立壞心腸 那就是莫須有 可能有 其事不明 但莫須有 只剩下一個後果 這種意識到現在都還肯定 只剩下一個後果 即是你勒河巡規 是漢奸的時候 你在做漢奸的事 哈哈哈哈 其實有一個聽眾 司馬眾謀說 我覺得就可以 好像之前選舉主任這樣 現在人類不是在JR 那就是隨時要重選 是擺明的 但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即使司法覆核也好 我們說了梁天氣的司法覆益案 但當然一個層面 也可以在人大釋法裏面 解決 但我們現在說的是什麼 就是執行上面的困難 引申出來的後果 指明到性 我總之不給你兩人 你怎樣都可以 沒有所謂 你執行不到 因為引申出來的後果 就是法庭不一樣的大勢超 如果根據 你說一踢過這個原則 黃定光死掉了 就這麼簡單 你沒有第二句 還有另外一個既成的事實 也存在 第三個問題出來了 你有沒有回索期 即是追索期 即是reciprocal 即向前數 那麼你明白一件事 小麗民主教室 現在進去了 完成宣誓 那麼姚重嚴又完成宣誓 黃定光也完成了 她是代表香港的 很可憐 在這個情況下 既成事實 她已經兩剔了 那你說 總之我現在釋法 不給你兩剔 那三傢伙先前宣砌了 你算還是不算 你是不是追索先前那些 我也不算 同屆 好啦 那怎麼辦 其實不如這樣 如果她真的出了一條話 不可以兩剔 因為這個唯一是最容易執行到的 她不可能在法律上寫說 她必須要愛國愛港 她必須要擁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她必定是 你誓詞裏面沒有這句說話 是的 但當然她人大釋法的時候 釋什麼釋法 不知是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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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的心意你是無法量度 法律上禁制不了那個人的自由意志 你唯有可以在行為上言語上約束她 好啦 你現在約束了 沒有take two的 生命沒有take two 算是沒有take two 好啦 淘汰黃定光 會淘汰誰 姚松炎 還有淘汰誰 劉小麗 劉冠聰 羅冠聰 是吧 全部都是兩剔 但是如果是這樣說 我有陰謀論 喂 可以制得過 你沒有一個黃定光 我還給全國人大 政協什麼什麼親春 我經常都是說 以前論戰 你看後果 沒有了於是就什麼什麼 這是程序上的事情 你夠膽死 隨便一個出決 你就重選 有本事就五區重選 沒所謂的 那就來吧 大家想 我不知道大家在想什麼加貨 所以後果就是去到第三件事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根本沒有可能有一個客觀科學的標準 去一提過 你唯一就是一個誅心論 就是一個無限大的著情權 然後這件事一定被人JR都發瘋 每次都是 你憑什麼行勢的著情權 你又回文大識化 每次都是這樣 好了 第三個問題 無限輪迴 無限輪迴 你應該廢了 第三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追索期 你不能追索 如果不是 那全部都過了 只有兩個人 如果你連劉小黎也不給他 從鹽也不給他 沒有所謂的 然後就輪到 剛才問那個問題 追本索完2012年 梁振英都漏了 你受不受 我不說澳門那麼過癮才算 他擺明 吹屎安 爆粗的 吹屎安 吹屎安 不知道什麼鄉口音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算不算宣誓完成 對著國家領導人在那裡爆粗 拍著他 哇 很鎮定國家領導人 第一個已經爆了 笨倫 笨倫 不是我說的是 一開口就爆粗 未去到哪裏符號已經脫口 這些大國領導真的很有風度 對著什麼人脫口 胡錦濤那時候在想什麼 忍得很辛苦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算不算宣誓 如果你有追索期的話 你追不追索到梁振英 好死多東西玩 所以就算你不是立法會先算 因為如果你針對現在的法例 即是客觀地說 不是立法會 大哥 我們說的是宣誓法 宣誓法 宣誓法是 generally applicable的 你想清楚 你結婚的時候 say I do 不單止結婚 其實你去民政事務處 你去民政事務處 很簡單 你去宣誓 你都死掉了 還有區議會 你想想區議會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留意區議會宣誓發生過什麼事 你知不知會很緊張 例如阿姐我講個無限次名 但我宣誓過一次 如果你說我只能夠宣誓一次 即是怎樣 即是我的名字 只能說一次 我說漏了 標點符號錯了 那我的名字就沒有了 沒有了 但你知不知 這個世界有人用幾十萬去改名字 那我幾十萬就炮湯 所以引伸出來就是天下大亂 天法同傳 想起上來 即是天真到無論 你如果想著要釋法解決這件事的話 引伸出來的笑話 怎麼會有笑的人死你 最過癮的一件事 我告訴你 可能那些本土人 就非常高興也不奇怪 即是損失可以接受 甚至開心 你想想 那麼多新移民下來香港 入籍的時候 他是不是算是小 全部DQ 全部DQ 什麼口音來的 我不懂得聽 胡蘭 傻的也不懂得聽 在這種情況下 那些人全部都不能入籍 這麼簡單 三個星星 所以很簡單 一件事就是天下大亂 因為是用一個所謂政治的概念 凌駕一樣 原本是立法會的自主範圍 一過了這條界 真是陰陽大亂 你踩錯界 女王又明白什麼事 你試踩錯界 陰陽街天下大亂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即不是我們心有鬼 只是常理 一出線例 以後法庭會怎樣判 任何人都能動你的 盯著你 我還在想 他可能會引起很多法律訴訟 絕對會的 你監製那個人 我不認為你的監製 和你對我誓言的理解是正確 日本法院那裡 你是誅心論 我不相信你 你的誅心論誅錯了 但這個誅心論 不是第一天的 這是自古有之的 另一個層面 經常會出現 等於那些拖傭 在街上扭動的時候 你都不明白我在想什麼 那些 但這些不涉及到法律 你在那裡誅心 你罵他罵他 你耍花槍 沒有人吵你 問題是現在的 那不是吃什麼 寶寶 你講火鍋 我又說是熱氣 這是憲製危機 魚生又說是冷 但這個沒有問題 有否留意我今晚的發言有什麼不同 那一種 那一種 沒有 沙灰訪門 你就會打架 但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是憲政問題 所以根本有些人 最基本的常理都沒有 不要說法律常識 最基本的常理都沒有 所以連續幾個問下去 全部都會打架 所以我懶得說答案 我只放在月轉中環的頁 大家隨便評論 隨便給意見 有聽眾就說 追溯期都可以認識法 在那裡來定 他喜歡長就長 喜歡短就短 總之就是梁振英之後就不行 或者是黃定光那天又例外 或者是那一刻 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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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段 那個分多少秒 之後就沒有了 對 支持人之後都不行 這樣就認識得很仔細 有一個很有趣的說法 這個人這麼想 恭喜你 恭喜你 其實國家領導人 都是用心良苦的 因為原本 就是香港法律可以解決 寫人六八九 卸給法庭 政治問題應該是政治解決 政治干預 法庭的情況 他不想法庭尷尬 所以法庭就不用判了 總之他中央介入了 認識法就解決 你有沒有這麼簡單 你想清楚 法庭開庭 不僅是法庭結案 兩回事 你想清楚 法庭開庭的時候 你認識法 是否法庭自動採納你的判詞 不一定 為什麼呢 因為你認識法本身的行動 除非你真是仔細到 好像香港的師爺 那麼屁股鬼 逐顆字眼 可以法律改革委員會 新的所謂法案提請 出來的手續 即是出現憲報的標準 我說你好厲害 很明顯北京不是用這套 即是說 由這個 這個 釋法那一刻 開始 有個所謂文字公佈 去到你法庭 參考了相關的法例 知道怎麼應付 這不是一樣 是這麼長時間 兩個星期的審訊時間 最後結案的時候 就輪到控方 辯方的政府被人JR 辯方開聲 我有免死金牌 因為法庭沒有考慮 人大最新的釋法 人家已經慘了兩個星期 一樣的時間 所以不會解決任何事情 也不會令法庭少了尷尬 而是更加大的尷尬 你什麼時候見過有一個政府 尤其是英國 即是習慣法的中主國才算 習慣法的程序是怎樣的呢 不會在法庭審訊當中 來改法律 你明白嗎 你剛好得那麼窄戒 我就說沒有說話 你拿英國來比 你特意為了一件事 來動手法庭反你 你拿英國來比較 這個就似乎 有一點 不是同一個level 離地 你看英國的法律制度 其實他的法律體系 大家都知道 應該就是全世界來說最先進的 最成熟的 最成熟的 還有我們自己看 就算是英國殖民地下 沒有留他英國法律體系的 那些國家 行民主化的時候 他的法律抗爭的空間也大很多 印度的金地 藍菲的曼德拉 都是這樣 如果回到中國 那些律師就 坐牢 為權坐牢 另一件事 他們的代議會完全不同 空間會小很多 其實 對不起 我差了遠一點說 有一個鐵鐘說 查實人大 是否真的會陪六八九一起拆 都不是第一次 問題是 這次的確很QK 因為李菲南下 大家有很多選擇 但是很近期很近期 就是大律師工會 都剛剛上完經訪問的 都說很詫異的 因為當時收封 就說 這件事是香港法庭 自己會解決的事情 就不關 這個北大人士 這麼快就翻口 所以 是不是政治事件 衍生到這麼嚴重 有沒有可能轉得這麼快 這個很古怪的事情 你想轉得快 就能轉得到 這個就真是折 這個時候 講一些大家不適合的 就是 我們多討厭六八九 也好 但他的確 在這件事上 他是捉得很準的 意思是怎樣說 他捉得很準 就是北大人最怕的事情 就又被他投機投中了 因為這個人 大家都知道 他為了他可以連任 而他會不惜一切代價 即是他綁架七百萬人 再綁北大人 再綁習近平 綁所有可以綁的 他為了延續他五年的生命 已經五年的人說 你攬權攬到這樣 其實你都找夠了 五千萬都要花了 人的貪欲是無窮的 除了這個人心不足蛇吞象之外 亦都要想清楚 誰上台也好 都一定會搞他那宗 五千萬人 剛剛不是通過了權法案嗎 說了立法會會查 所以就說 他必須要延續他的影響力 你看到好像今次 這個ICAC一傘事件 的確在他作為一個超然的特首期間 他真的有能力去隻手遮天 但如果他一落後 這個影響力就沒有了 兼顧這個人什麼都不多 仇家最多 仇家就必然會動手搞他 所以他是不是已經準備好 買了單程英國機票 一去不回頭呢 看怕就不是 他的確是想跟你坐下來跟你死過 死多五年 現在就是這個北變的說法 誰怕誰 死怕死 到底什麼事呢 現在很簡單就是 他拿了老北變的 最害怕的是毒 藏毒、疆毒、台毒 加上港毒 而港毒呢 其實說了很久 他由這個 那個叫做什麼 學院 港大學生 香港民族論 原本就完全沒有遺憾 沒有人理會的 加上炒極都不會熱的東西 多得他就在這個視頻報告裡面 公諸於世 重點 大家覺得很好玩 於是年輕人一起發瘋 還要是第一開始就說那樣 每個人急到追 還未睡眠 豁死你不知道有一樣 港獨的可以想 結果那份的施政報告 就是他的內容 沒有什麼人理 但是所有的焦點 都集中在那本書 所謂港獨 其實這件事 我就想起 家人 我就想起現在 又差遠一點 其實六八九 在港獨的角色 就等於這個 是一個崔 是一個韓國南韓的 崔順實的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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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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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謝謝 崔太文跟鵝順韋說 你媽媽辭世是為了你成為南韓的領袖 你媽媽報夢給我聽 對 你以後有什麼想跟你媽媽說 你要找他 我隨時幫你做到 沒有問題 你要知道 現在術士 他來捉鬼 只有他捉到鬼 因為鬼是他放進去 你明白嗎 所以現在 鬼真的要六八九才捉到 就算不是他放進去 他中的 不是 他招惹回來 因為這些等於細菌一樣 大臣永充的 所有不同種類的細菌 有好有不好 有些是益生菌犯 問題就是 沒有人叫你在那裏 動見這些東西 好像招惹回來 你越猛那隻就來玩 那隻 那些猶人野鬼當然是來玩 你不怪人 所以是人是鬼 其實不一定是他自己種下去 反過來 這個社會是多元化到什麼意見都有的 所以香港建國也有 永續基本法也有獨立 很自然有 你不會沒有的 問題是 你是不是形成一個 潮流 紅流 有任何衝擊力 就視乎你個人的政治 動員能力 而六八九特別有動員能力 就是擔之翻野鬼 多仇家就是這樣 現在什麼鬼都有 萬聖節過了很多鬼 七月節出生的人就是這樣 其實說真的 如果北大人 如果北大人不蠢的話 是不應該釋法的這件事 因為你只要不釋法 你被法庭判了 我最多給你這兩隻生菌進去 我給你四年了 我買它四年裡就完 它不會成到氣候的 這兩件小蚊 這兩件小蚊 今次這件事 令到社會的矛盾 差不多有它的 不知是同行還是敵國 還是同盟還是友好的 六八九一樣 它引起 你在茶餐廳已經聽到 你只要茶餐廳有電視 播著無線新聞 你都會聽到一些人 說這兩個人不行 垃圾 小學雞 小孩子不聽大人說 你會明白 他們的壽命只有四年 如果北大人有多少政治智慧 放生他們 我給你進去 我給你進去之後 你最多就扔東西拉布 你反而破壞小 你不讓他進去 你釋法的破壞重大 破壞的意思 不是對香港法治 因為北大人不在乎 因為他只顧著 他最怕的就是 他要壓抑他的恐懼 就是不給他任何毒 不是就是 你的政治成熟程度 令到他們不可能做到這件事 最簡單的案子 就是先前英人比較過 英國國會裡面 有些北外恐怖份子的前會員 在那裡採取了 國會會員 大哥 他都一樣不宣誓 當然沒有行使 議員的責任 所以就要坐在那裡 問題是他發覺這群人 就算之前做恐怖份子也好 阿孫陽的北外獨立也好 怎樣也好 即是讀過香港這群人 不用問阿貴 他發覺他沒有什麼作為 就算現在清正想動員出來 看看多少人上街 真是好笑 上街時事 我就說一句話 以戰論戰 講戰場 如果戰場在議會 放兩位人兄人者在那裡 你天天在搞事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癱瘓到議會 供應是一樣很重要的事情 那群死蠢的建制不要離場 這樣簡單而已 你大多數人在那裡 放兩位人兄人者 就有點煩到泛民不想理他 正常的 就是罵他 民主黨公開罵他 無論他們是否真的矛盾大成的樣子 問題是 但凡是那群人想議會功能的話 都不會理他 簡單 你兩票影響有多大 其實共產黨我相信他都很明白 玩過這麼多年 你就想想 但長毛進去那麼久 旭文進去那麼久 人家玩那麼久 大舊也玩那麼久 至少不是消了罐頭 從來 從來未試過癱瘓議會如今時今日 而今天你之所以能夠成功癱瘓到議會 除了是建制的那群人會拉布 以及會跑去浪費午餐肉之外 就是因為你不讓他進去 你就是讓他進去 你讓他坐下來玩又如何 他能夠阻擋到議會運作 反而你現在不讓他進去 不讓他宣誓 就搞得天大大亂 你反而亂 你不是盡地一波 我讓你進去 我最多讓你亂四年 而這四年的亂 絕對不會是過去三四個禮拜那麼亂 但問題是黨性的問題 因為黨性 這個黨 我們知道北邊這個 差不多一百年血腥鬥爭 他們的性不是我們一般人想法的那種人性 他們的黨性 很多時候是小小東西 他都發到很大來看 我就聽過一個真實的故事 就是一個民國時期 一個很出名的偵探 因為解放 所謂解放之後 又出了政治成份問題 被人挖去另一個卡邊站等等 後來有一個單位發覺 有兩頁牽涉到國家機密的東西被人撕掉 哇 人家真的馬上動員 一定是重大政治問題 查查查查 有什麼特務進來 搞不定 查不到 然後找這個人出來 他說沒有什麼 有一個人走進來偷東西 那兩頁被他撕掉 以我憑我的經驗判斷 是因為他急 人有三急 撕掉就有獅子 結果真的想 馬桶找到 加了料的東西 真的找到 原來只不過是這樣 很簡單 但是他們 上綱上線 上綱上線 去到最極端 一定是有事 他不會用常理想 所以你用獨自隔 撕下去 他一定是上綱上線 去到最盡 沒有人都會做那樣 所以這件事 為什麼整個香港 過去的四年 是不夠六八九環呢 因為的而且真的不夠 一 心狠走辣 第二 不及他那種鬥爭思維 第三 不及他沒有底線 第四 他摸到條路 他摸到很準 他就是知道北邊 現在你要他選擇 他根本是痛苦到爆 你問我 我猜 作為神算認為 到底我留你這個 擺明有瑕疵的 擺明有一個UGL 五千萬事件 人所嘲笑的 留他嘲笑的 留你在這裏 但我明明在玩打貪腐 還是我讓你繼續作為 唯一能夠捉到鬼的道士 唯一能夠跟朴槿惠的老母 溝通的妖爭 現在就是床板夾什麼 所以他一直都有人傳說 他是地下黨員 什麼什麼什麼 直都有人公開說 他絕對是地下黨員 是不是也好 我感覺這個人 他是非常懂得 去踩腦共的那條底線 沒錯 他知道他哪條神經最敏感 我就不在那裏踩到盡 捏到盡 所以吃著一點點就上 他摸得最清楚的不是香港人 他摸得最清楚的是北大人 香港人太耳末了 港珠的政治水平 他摸得最清楚的是北大人 這樣才好玩 好像阿仰說 是否玩弄於股長之間 或是女王 長腕夾 什麼 很明顯的形勢 阿仰的文章 就是尖酸他薄得無論 就是全國上下全力打貪的時候 你就被一個大貪官 在那裏摸你 你還要摸他 真是 共產黨的面子都沒有了 一些在刀鋒上的奶血 在刀鋒上的面子都沒有了 刀鋒上的奶血 那個水平真是高 所以就是床板夾 你不明白 大哥你什麼除財口 那些都可以拉他下馬 頂你一個市長 梁振英 其實我可以讓你繼續貪 你貪五千萬 大哥 在香港人的standard 就要你香港的特首 香港市長 你的薪金比大陸那些幹部 很多的 都會全世界 很簡單 煲胎就貪小便宜坐順風車 便宜一點 租一層樓 刀鋒了 沒有好玩 如果你說拿煲胎出來祭旗 反貪全國上下 無一例外 反正可以 那六八九 反過來玩 那為什麼 你還要抱他 所以 所以我認為 未必會釋法 應該就是 中央現在尷尬到 他不會想不到這件事 技術上的釋法後果 是收不到科 跟之前有幾次釋法不同 他這麼粗 一棍吐下來 不讓你普選 就沒有普選 沒有其他事情 好了 就算說 那個什麼家夥 居留權的案 終於此 後果不同 香港人自己承認 也不關他事 所以發覺 其實先前那幾次釋法 你看清楚 對他自己是沒有損害的 想清楚這件事 對中共自己沒有損害的情況下 他是釋法 正如香港這裡有些評論人 是會批評歐盟收容難民的政策 因為不關他事 所以就是說 你想回這次 如果他這樣介入 他是不是真的不損害自己 這件事很嚴重 你令整個行政出事的話 你香港那個自由經濟 是否能夠活動 你開始會有問號 他只是挾持司法 振燒價 去威脅立法 振燒價 極其量 即是六八九很高的名 燒了這麼大 彈火出來 問題是如何收科 我發覺阿爺 如果再是 用這麼愚蠢的手法去救火 的話 火頭只要越燒越大 很明顯 然後火頭只要燒掉 燒到吃泥紙 就最聰明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耐性 因為先前對於大律師公會 就是這樣說 香港自己處理 沒理由 現在反過來 我不管 總之我一定要介入 前言對後語 有些 我覺得是加了柴米油鹽下去 你想想 現在明明說要上去開會 都可以突然之間 cancel 叫你兩個局長去 我要留在香港 這件事我又覺得好笑 跟薯片 缺席施政報告 和財政預算案的諮詢 是有關的 因為他看到 他這次真的被人圍 即是他未出聲說連任 為何未出聲說連任 是的 已經周圍中叛親 沒有人聽他 都不得知 沒有人表態 沒有人理他 根本 在這個勢丹力薄的情況之下 他也未得到提戶罐頂 即是authorize他 你可以去競逐連任 他唯有不停地去撲柴枝 樹葉 下來放在火上 透大這個爐 透到現在 直言說 我是留在香港 我處理這宗港獨 因為這個是唯一的命根使 他只有這件事 是最後最後 那個政治本錢 那條稻草 你的火燒得這麼大 分分鐘引火自焚 快 這個倒仔磨爛正 你倒這個政治風險 是非常之鬆險的 這個風險是變成空險的 所以這一波 真是不知道 可以打成什麼樣 極度過癮 所以這次釋法這件事 第一 會不會釋法 現在還在懸疑 稍後要介入 但是釋法 除非他真的 技術高明 到可以這樣刁鑽 也能夠進入 達到他的目的 又沒有後果 很厲害 但是共產黨未試 有一件事 會不計算自己的後果 其實是計算這件事 你怎樣鬥爭也好 你怎樣爛仔也好 他永遠會計算自己 可以得到多多少東西 鬥爭思維很重要 你的概念 你要記住 你要跟人攬炒 你也要炒完之後 站在那裡 你才會跟人攬炒 他不會跟你攬炒的 共產黨是不會 跟人家好鬼死 不會以為要玉石俱焚 他對自己的政治利益 是計算得很準的 你只想想 就算你常說是玉華 或是芝拿 當年中日大戰的時候 共產黨有什麼立場 你想想 擺明是你 起未住 我就算不說 你有沒有 中日合作 才算 你多謝田中國榮 也好 大家明白什麼事 還有左手一目更三 大家明白什麼事 站在手等著 起你國人黨美住 如果是玉華 或是芝拿 看著中國人 被人屠殺 也不會動手 你想想 這件事 他會不會動手 很過癮 如果是純粹政治計算的話 他是不會做任何攬炒 或損害自己利益的事 否則他不會累積這麼多勝利的成果 直至可以拿到江山 沒錯 所以經常說 以戰論戰 只是想這些事情 所以懸疑的地方 在於什麼 到底會有什麼動作 接下來幾天 在法庭開庭前 就會很好玩 開庭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人大不釋法的話 梁振英就不能連任 很簡單 我覺得這兩個是一個環境 等於 是一個等好 但如果人大釋法 我們便會回家 要攬到這個地步 這就不是我們可以回家 真是中國共產黨和我們攬炒 大哥 現在繞一個大圈 說回頭 為什麼香港這麼重要 投書記憶不會動你 經常說這件事 你以為他會特別疼你嗎 他有太多利益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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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了 最近人民幣貶值 這下誰救回他 剛剛才是 中環中心那裏 三百多億 三百五十七億 是啊 又是天價紀錄 各位 已經有聽眾了 不要又說 我經常看著電話 沒有禮貌 不尊重聽眾 我正在看你們的留言 所以我 就必須看著電話 有聽眾說 很想聽蕭公子 說人民幣 待會三元翁 想聽Mr.蕭是SHIU 就說人民幣 謝謝 很客氣的 有時間 有時間我們說說 其實我們都說了沒有 關於人大識貨之間 可以轉 沒關係 都是可以有關的 其實因為 一牽涉到 所謂港不港獨 或者根本的藝獨 都好 其實都牽涉到 就是他們覺得有些人 覺得香港的年輕一代 那個教育出了問題 令到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 認識模糊 甚至否定自己 是中國人 是吧 不承認中國人 然後又搞什麼肉 什麼什麼 所以之前已經一直在說這些 說要加強中國歷史教育等等 應該的 你住在香港的年輕人 應該是要認識中國歷史的 是 一定要 豁護 後面有重點 聽清楚 是認識真正的歷史 沒錯 我是你肚裡面的蟲 這是一個普通常識 是不是條程 都一定要這樣認識 但問題 就是我記得 我們在右台 決戰中環 還在右台的時候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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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過大台 去年八月的時候 都已經說了 因為當時我們說台灣 歷史教育 課綱的問題 就已經說香港未來的另一個戰場 就是在 意識形態 尤其是在中國歷史教育那裡 其實我們說過 大學是一個戰場 是不是 然後 我沒有想過醫療是戰場 為什麼醫療又成為戰場 然後現在就去到 司法知道是戰場 一定搞 一定搞 怎麼會不搞 但是現在去到教育 教育其實一早就開了拖 其實是國民教育的翻身 對 國民教育一開 六八九政府一上台 這一段已經是最激 不刻薦那一段 也初時提升 非常之厲害 初時提升 現在國民教育 未來未必會這麼大張旗鼓 因為他真的學蕭公說 他懂得計算 但是中國歷史教育 無論什麼政治立場 你真是很難去反對學生 學中國歷史 我還支持 我支持讀 不過魔鬼永遠在細節中 也不一定會寫出來 才令人害怕 九月的時候 我特別支持 熟讀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歷史 在天安門發生了一件事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很熟悉 我們也很熟悉 八幾年到九零初 中國經濟困局 受了某一個曾經辱罵 為支拿國家的經濟援助 我覺得這些都應該要熟讀 我特別支持 當時西方國家制裁中國 而日本是堅持不去制裁中國 還有經濟援助 這個後話 其實 說到中國歷史教育 今年九月的時候 就出了一個叫做 修訂中國歷史課程中一至中三的諮詢 九月開始諮詢 那個諮詢文件 剛剛十月三十一日 第一階段的諮詢完結了 這次諮詢有一個以前沒有的重點 大家值得留意的 就是把香港重點放入中國歷史教育 以前也有說香港 例如林則徐 那時候香港叫做國藥給英國 然後英國有個水兵殺了 在尖沙咀殺了一個叫淋圍起的小朋友 這些都有說 但是零零射射將香港重點地放入中國歷史的一部份 這次就是香港中國歷史教育中的第一次 當然啦 你有資難 有肉 有港独 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一部份 是嗎 潘如省 我不懂歷史 以前自古以來 那時候的中國歷史 那時候的人對中國 是比較認同的 那他們自古以來中國的一部份 基本上屬於司徒華那類意識形態 基本上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人去反駁 但是現在這些 近來變成大中華膠 對啦 近來變成大中華膠 那他就變成煞有介事地 將這件事硬硬塞進去 不過他有個目的 他都說得很清楚了 涵蓋相關香港歷史 我只要讀一下 讓學生明白香港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 使得學習更加切身 更加有趣味 但是這個角色這個字又是可圈可點 正如呂王所說 讀歷史不要緊 你讀真的歷史 所以說明白香港在中國發展的角色都不要緊 你明白一個真的角色才行 過了幾十歲的人 即使是胡官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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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跟你不佬禮 你飯是不能吃水 不能喝 第一件事就是 香港從來不是吃中國的飯 還有一句 現在他是輸入食物 中國自己都不吃中國自己的飯 他自己都不夠 蟹也有毒 不要玩我 臭蟹給我吃 不如這樣 你試試泰國和越南 不入米給中國 看誰死得快點 過了幾十歲的人 在某個年齡層以上的概念 是很奇怪的 是完全不理會事實發生什麼事 所以所謂角色這一下 你是否真實的角色 所以這一下 剛才觀眾問了人民幣 近期人民幣插水插到發癲 第一件事發覺就是落雜放狗 不讓你國內那些人 來香港買保單 這些是其中一個救亡方式 原來都勢成這樣 人民幣的角色 為何現在世界這麼強 我記得我小時候 還有外匯圈 因為當時人民幣 一毛錢一張 真的完全沒有地位 那麼人民幣 假設到今時今日的地位 是香港的助力很大 這些角色他會不會說 你沒有了中國不行 沒有我們的水你死 沒有我們的食物你死 那中國的外匯怎麼來呢 沒有港幣進去 現在是不是他還在用外匯圈 不敢用人民幣 那現在就算你進入了 所謂的SDR 特別提款權 主要說的那些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謂槓桿角色 在香港發揮了 全世界最多人民幣的國家 除了中國之外就是香港 香港拿著中國很多人民幣的流通總量 原因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外國的交易對手 所以中國在貿易裏面 有一個所謂的市場價格 去兌換人民幣和美金 其實很難做 反過來 香港的純自由 純粹講公口 哪有這麼大的人民幣 來跟你對外匯 所以今天人民幣的流通 是全靠香港 作為人民幣的國際流通中心才做得到 否則的話 你這個什麼家夥外匯改革 不用想 所以忽然人民幣一倒閉 哪裏又不可以拖住市場 又是經香港 所以理解角色 想清楚 是否正確的角色 所以這裏又不是說得完全錯 加入香港歷史課題 不單止令學生更加投入學習 產生對歷史親切 最重要的是 更是他們認識所居住的地方 與國家物不可分的關係 只是說人民幣已經真的物不可分了 很多東西都物不可分的 如果人民幣與香港分家的話 學蕭公子說 人民幣要出路在哪裏呢 物不可分 看看撕開了哪個死 想清楚 所以變成這件事 你的樣子 讀出字眼 有很多時候 他的所謂目的本身 都是精神錯亂的 你只可以用大中華膠去理解 才是所謂合理 你只可以用客觀科學的角度去理解 便會笑到歪了 在這情況下 他會推出什麼呢 就是愛國洗腦教育 所以又一句 培養學生認同國家民族 認同 不是認識 認同 認識和認同 兩回事 他不是要你認識 學習一個知識 你是認識國門的知識 他是一味深入 但是現在不是 他不是要你認識 他要你認同 要你主觀上 認同他的什麼呢 政治立場 他要你認同他那套的價值 問題就是 如果他要你認同那套東西 和香港本身的核心價值 相違背的時候 你如何作何抉擇 父母 香港的父母 是絕對不會教子女想法的 只會教你 不斷地記東西 你記東西的目的 記完到最後 你不是拿來想的 那你的腦 都是做什麼呢 拿去想著怎麼賺錢 電腦裏面有很多資訊 但他沒有process 那其實是用不了的 那些港灣的說法 就是贏在起跑線 明白嗎 起跑線 跑得快 跑得前 跑得厲害 反而沒有問題 但是鮮有的人會想一件事 就是那個所謂跑道去哪 明白嗎 就是等如說 炒場 炒場 不用炒場 大家很大誤會 養豬的人就最厲害 我為什麼要拖你的豬 進去豬 最理想的是 你的豬自己跑進去 那邊的 現在豬不是在跑嗎 贏了起跑線 不過跑到最後 終結點在哪裏呢 這是湯豬燈 這麼簡單 你越快進入狀態 他越快要拖你 這樣就這麼簡單 是 所以變成了 那些港媽不會懂得思考 用這些子女去想一件事 起碼先進文明的國家 就會想一件事 小朋友不是偷他讀書 你洗腦是沒用的 你要鼓勵他自己懂得讀書 你要鼓勵他自己懂得思考 你向港媽說這些話 說他的兒子是豬 他真的會用你來拖 他自己也是來豬 他的兒子怎麼不是來豬 他對你恨之入骨 你什麼生出來的 你什麼DNA 你只會踢爆他的意思 是 崩口有人記崩口碗 對 一踢爆就 真的頂不信 其實我真的發覺 我真的覺得找一集 不過未必是我們這個節目 可能禁室或者第二個節目 就是研究一下 岸糕是否真的沒有極限 沒有的 真的 搭得很順手 大佬 我一支坦都不夠 震一震 那隻貓震一震 就是岸糕沒有極限 沒有極限 黑洞有底 但是這個岸糕沒有極限 救命 當然 我們再看看課綱 這些事情對你們很有關係 所以你們都看一看這些課程大綱 將來你們的兒子就插了 不要怪人 你看課程大綱 課程大綱 我看到已經想反眼了 但是在我們未讀之前 我想說其實很簡單 你去這個尖東 那個什麼 香港歷史博物館 你可以看一下其實在秦漢之前 後來他去潘嶼省 我都記得這件事 但是之前是有南越王朝 這個地方是南越人 你說自古以來 整天都是這四個字 自古 都是問同一個問題 自古猜到什麼時候 猜到什麼環境 怎麼猜法 越南從來都沒有承認過 怎麼呢 越南從來都沒有承認過 有說話 北美的印第安人 其實是雙朝為民 通過百令克補了 自古以來 北美洲都可以是 雙世世代已經是這樣的 甚至他們經過的俄羅斯境內 都可以是 那你問俄羅斯拿回土地 不如偉小寶羅緝 佔領我們等於是 所以就說 有一個聽眾Sophia Lee 就說 有些事情 今時今日 真是不知何苦要死背 現在有電腦 上網找資料 又是意料不得了 沒錯 有些事情 不知寄來幹什麼 所以要記 不是要死背 說得對 Sophia 你說得完全沒有錯 但我們未去到很痛苦的 洗腦教育之前 我看到大哥已經反眼了 老實說 不過說一說 我是贊成小孩子要背 為什麼呢 我是買了一套教學方法 叫做掃讀 掃讀 不是打機 是掃讀 掃讀 掃讀就是不求甚解 背背背背背 背完之後 你的腦袋會在不意識的情況下 進行所有的資料 我自問一個天才 大家不要吵 但是 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呢 就是我媽媽小時候 不是每天說 但是她不斷有機會 不想我聽到 不想我爸爸聽到的情況下 她就說台灣話 即是敏南話 福建話 跟朋友在電話上說 說完一輪 從頭到尾 我和爸爸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一天 有一天 突然之間 我全部聽得懂 對 我不知道我是否十歲 還是十一歲 突然全部聽得懂 我媽媽突然覺得 嘩 撞你的鬼 這樣 說要找師傅來驅鬼 這樣 現在她考我 她說一句話 問我為什麼 我又解釋了 小朋友不斷學習的 但是最恐怖的是什麼 最吊鬼是什麼 她沒有由 她不是由 節 能 沙 是 我 不用的 很大誤會 沒有 沒有由一 二 三 四 好像我現在學日文 學到想死 反而這個不對 沒有 我媽媽也不是每天說 不是一天說了 不需要的 不需要 她就是敢不敢說 尤其是小朋友的時候 所謂老筍都還沒生完 那個年紀 沒錯 突然之間 全部聽得懂 我媽媽覺得不可能 因為我不是由十隻字 有字母 有我 不是很有系統 不可以結構地學習 沒錯 你想想你學廣東話的時候 各位聽眾 你有沒有學過文法 當然沒有 你有沒有學過文法 你有沒有學過文法 你有沒有記得九個音 是什麼一回事 我告訴你 所以 日本人 我現在才知道 日本的教育 你也看到我的臉書 分享出來 十歲之前 是沒有測驗 沒有考試 他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禮貌 禮儀 紀律 秩序 做人的基本條件 沒錯 讓你吸收 你儘管吸收 但我不需要考慮你 我不需要我們很有系統 將整件事 倒出來 人間分別 符合我們的TSA 或者洗腦教育 你很機械化 衡量小朋友的進度 永遠不會有辦法 有教育後果 所以 所謂自然教育法 就是這件事 不是外國人 特別買一些東西 是科學正確的 小朋友的腦 是這麼做的 你不用說 硬灌一些東西 很狂的 擺在那裡 去檢查進度 不是這樣理解 在香港教育的意識裡面 我經常都看到一個詞語 叫做向學生灌輸 隔眼好像填鴨 什麼法國的鵝鴨 隔眼這樣塞 你不可以乱 一定是嚴重消化不良 一定是鴨鴨嚴重發貌 所以就是繁莫兒童 每個腦都被塞 就是這樣 消化不了 自然界不是機械 所謂自然界 其實很簡單 你看一下 當今世上 最先進的兩個國家之二 一個是德國 一個是日本 兩個同樣的教育制度 兩個國家就覺得很像 正常是賭武 一個是西方 一個是東方 都是小朋友不要背 而且不用做測驗考試 直至一個正常的 十歲 但是你看到現在香港的教育 為什麼 由英籍時代到現在 英籍時代是相當美好 但不是全部都好 包括那時候的教育制度 已經是填立的 不要罵我 九七年後才是這樣 其實不是 一直都是這樣 我讀書的時候 都已經是這樣 但是這個是不是 培養了天才出來 似乎不是 當然不是 香港最多的是什麼 港珠 多少人沒有獨立思考 我自己去外國讀書的時候 我是呆了 為什麼我呆了 他叫你做assignment assignment 是什麼 叫你砌模型出來 自己玩 自己玩 他就說你現在 你建立一個環境 他站在那裡 叫你做一個地域 Geography 叫你砌 用什麼砌 你不提供物料給我 誰知道怎樣砌 但是我看到有同學 就用泥 有些用法譜交液 有些用法譜交液 你用硬卡紙都可以 沒有相關的 exactly 你喜歡用紙筆都可以 這個時候我發現 Oh my god 原來the sky is the limit 我是沒有辦法 contain我自己的創意 原來 因為他有利 你怎樣天馬行空 他不會跟你說 你只能夠在一個框裡面搭 是啊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 人家外國創意澎湃 但是為什麼你中國的百度 那麼像Google 為什麼你那個什麼QQ 什麼什麼學人來的 MSN 人家的MSN都沒有了 為什麼人家的創意 永遠領先你 就是因為你不斷有框架 框架不想是政府給你 就是父母給你 現在一個這樣的 變相國民教育 雖然美其名 掛羊頭賣狗肉 說的是一個認識祖國 中國 什麼什麼 實際上其實是一個政治的洗腦工程 但是這件事是很過癮的 如果你給我 即是用時空對比的話 一個很過癮的觀察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感到這個 為什麼在某個年紀以上的那班人 這麼大的中華教練 事實都不理 就相信某些東西 即是on the favor of 北面 很過癮的情況 其實反過來看看 跟學習完畢是有關的 當你越刻意的時候 其實是越教不了 但是以前那些怎麼教出來的 你想一下 你想清楚 他們以前接觸的資訊更少 明白嗎 他們沒有可能洗腦 但是在什麼情況下 他們被人洗腦 他們自己知道嗎 有一個很過癮的現象 你看一下 李漢祥那個年代 拍了什麼電影出來 《刑台一血》 《火少元明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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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 《汪亞姐》 很多東西出來 很過癮的 所以你發覺很過癮的 其實背後 《火少元明遠》 就是剛才用的字眼 要你認同某些東西 表面上 要你認識某些東西 問題是裡面全部是錯的 全部是錯的 所以歷史事實完全是錯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用一部電影 用電視劇 用其他所謂藝術創作的東西 來潛移什麼花 你發現效果是很強的 直到什麼時候沒有效果呢 就是當你真是社會的資訊爆炸 大家開始醒覺 用事實來對比一些所謂藝術創作的時候 你就發現有分水嶺 尤其是剛才淚王自己踢爆了的東西 就是說 八九年的禍 是一個重大的醒覺 所以我們現在上網看 那些年輕人寫的歷史 我們現在講的歷史 他們那些歷史的評論文章 是很精靈的 他們自己研究 不需要我在學校讀歷史 還是讀什麼教授寫論文 因為他們找完之後 事實擺放在那裡 還有有些事情令他們知道 現在太多人說謊 你說謊令我有疑惑 我就自己去找 其實很簡單 大哥 首詩黃昏 對不對 我看了之後 我看了之後 我不是普遍的 這些太過噁心了 我很想知道 他怎樣 Hercules 如果剛才說的那樣 你又說我又是幕後黑手又好 怎樣也好 之前我寫了一篇 鴉片字 很多篇 很精彩 大家明白了 所以當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我已經腦餅不厲害 幸好我沒有被人洗腦 問題就是 你用那個技術 在這個完全開放的社會裏面 資訊開放的社會裏面 你自己重組案情 我經常說這件事 我給你足事實 你重組案情 你怎麼會理解那件事 你先從事實出發 再去理解配合什麼一回事 你會發現 你看出來的價值觀 是完全不同的樣子 最大的問題是 他寫出來的 是不是事實 還是篩選過的 中國 表面上是一個很重視歷史的文化 當然是細選過 但問題是每一個字 甚至每一個標點 都是有計算過的 例如 49年之後 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工程 就是中華書局出了二十四史 包括清史稿二十五史的標點本 但標點中間 已經有很多意識形態 例如 當你說到廠王李自成 廠賊 那些 逢是賊字 都加了引號 因為他當時意識形態 是鼓勵你造反 農民起 你說他是賊 不對 所以他又不改字 然後他加了標點 在那裡 這些都叫做 叫做 不著織 因為 我上次又寫過另一篇 叫做 移步換景的藝術 觀想方式 來看中國歷史 就是這個 移步換景 移步換景是什麼意思呢 中國的斷代史 用斷代史 剛才阿楊說是二十四史 其實二十四史 二十五史是得稿的 你用斷代史的手法 來理解 永遠都是後朝 是修前朝的史 前朝那個史 其實作不得準 很過癮 即使他寫的是事實 你會發現那些字 是很著色著眼的 正如阿楊說的 你看明史 明朝的官方紀錄 他當然是說李自成是廠賊的 明史是誰收的 清朝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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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都已經沒有改過賊字 因為對他們是中立的 你不是說清朝的 而且他一定是說賊的 因為他是打倒了李自成是 打倒了賊 不過反過來 你試試看明史 清朝收的明史 清朝收正了版的明史 看看明史裡面 所有關於女真的描述 會不會用賊字 不會 不會用老字 沒錯 別人天命所歸 還有收明史之前 還有發生莊庭龍明史獄 殺個片甲不留 那一刻跟香港很相似 又是我踢爆 移步換警 事實上 你是有歷史重點 什麼叫歷史重點 你所謂崇禎皇帝掉頸死 你崇禎年號照算完 崇禎年號還在用未完 發生什麼事 你還有南明 三十多年 到什麼時候才完成南明的國號 就是台灣被滿清平定之後 沒有了 前後三十七年 是 前後三十七年 明朝的年號 和清朝的年號 是並排的 你不要說香港現在五十年不變 那麼倒楣 當時試過 明朝三十七年不變 那你怎麼玩 所以莊庭龍的明史案 就是有個小人 抓到 莊庭龍寫明朝歷史 在清朝時候寫明朝歷史 居然在滿清坐了江山之後 你還是用明朝的年號 就像剛才說的宣誓情況一樣 我猜你是謀反 他不是想謀反 他不是猜你是謀反 他沒有那麼大意想 他想屈他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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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傢伙是屈他的錢 就爆了出來 層層上 層層上 於是莊庭龍變成 叛國大反賊 全家抄斬 全家抄斬 錢也沒有了 這個供出來的小人 分了被害者的一半身家 他為錢 這些不知道他有什麼報應 不報應 彭定康說的 當年他早已說出賣香港的就是香港人 出來供出來的就是漢人 莊庭龍是漢人 供出來的都是漢人 簡單的 所以你說要認識歷史事實 我自己看大綱出來 他列的全部都是歷史事實 例如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 絕對是 但問題是 你怎樣寫這個事實 你敢不敢面對這個事實 很簡單 一件事的陳述 如果你就這樣寫出來 那沒什麼 很平鋪直白的寫 但他是不是一個描寫文 你明白嗎 他用什麼角度去描寫 他到底把正義的方法 放在哪一邊 這就是大家要留意的事 國共合作抗日 其實在網上已經有很多資料 是年輕人被寫出來的 抗日期間 白露軍死的 即是共軍死的 八百多人 最高級的將領 叫左拳一個 意外失望 死的國軍將領 二百多個將軍 國軍傷亡三百多萬 主要是國軍 而日軍被國軍打死的三十多萬 這是日本紙的記錄 很準確 因為日本的記錄最準確 他對每一個士兵都有名有姓 共軍打死的日軍有八百多人 有名的 誰打死的 他們都放在神社裡面 所以不可以錯 所以不讓你去拜 你去拜就穿招 拜一件事 最重要是事實 你知不知道共產黨最怕的是什麼 事實 你吵得拆天沒有意思 擺明的數字就這麼簡單 有名有姓 國共合作與分裂 你是聯俄用公英 聯俄聯共 已經是兩個價值觀念 孫中山當時明明是聯俄用公 1949年之後就變成聯俄 聯共 即是說 融是我容納你 地位低扁了 聯共聯合我 即是我跟你平起平坐 這樣也要拿個彩 如果你是不能夠拿到這些字眼裡 背後的巨大概念的時候 你寫下去的書 學生讀了 他可能會有另一件事 如果他不懂事 他就變成了 他懂事的話 他會更加對你反感 所以我會覺得第二個個案 會比較明顯 只是在一個資訊封閉的社會 才能做到洗腦 在一個資訊開放的社會 你怎麼洗腦 肯定只為反彈 絕對是 蕭公子 他交貨而已 他交貨固然 但他也怕什麼呢 就是豬仔 是沒有一個好奇心的 香港的教育 就是教導那班學生 是不會好奇 他寧願有時間打遊戲 他還要跟你逐個字去查嗎 你明白嗎 現在有 因為他未接受這套 做得到的已經是高登仔 已經知道他醜惡的真面目 但他現在這套系統 他就放在那班豬仔上 深一批的豬仔 乳豬仔 這些乳豬仔 小小的 應該就是說 他這一招 只有一個情況下 可以有機會做得到 你想想 那些幾十歲以上 已經洗腦不能回頭 那些 見到事實都不回應 那些 那一班 你用這一套 是可以用的 是 那一班 就會贊成你用這一套 用那套 那套是什麼人 如果 假設那些豬仔 老數還沒有生 字都不會看 網路都不會上 那些 對著那班小朋友 開始 所謂用力 你中間那三十幾年的間層 你只有一個情況 就用得到 阿養那隻 說是洗腦 中間三十幾年的那些 那些人 都被剷掉了 滅口 滅丁政策 滅族 唯有在這種情況下 就沒有人出來 踢爆你 是 你老人家 拿著這份國史指引 去教那些小朋友 那你只可以把三十年中間 所有的世代 都剷掉了 為什麼 這些已經接觸到 一個開放資訊的社會 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世界觀 知道了很多事實的東西 不會受你那套路 不只會看火燒圓明院 在這種情況下 你叫他們去執行這套 然後還期望 這些人不會 浪起你 把自己的東西放進去 那些都行不行 就算是教書那些肯制才算 那些年輕人出來 那些年輕人出來 就被人虧了 那些年輕人不就搞錯 那些 他不是要面對 好像現在那些大陸的 所謂青年 我告訴大家 共產黨的洗腦工程 是空前成功的 你知道那些 二十歲 二十多歲 你就會知道 很討厭日本 不算有個別 有一萬個 潛逃在日本 不能出來做黑工 那些之外 很多是真的 首師皇軍 然後很討厭日本 心 心是不是真的 這麼討厭 還是一把口 我說的 是二十歲 出頭窮人 還沒坐過日本刺板 那些是粉青 不知道日本刺板 又多麼的美好 又亂屁屁屁 又會噴水 又會出音樂 不知道的 那些就是討厭 但在五年的時候 對不起 毒已經入得太深 入了骨 它已經沒辦法割 就好像你講的 五十歲以上 好像已經廢了 還有什麼 又廢了 另外 有一個很過癮 他說共和國時期的香港 其實是1949年之後的香港 那有些事情 他會怎樣呢 改革開放前後 香港的國家發展角色的轉變 有些事情他怎樣說呢 1962年的大逃亡 他怎樣解釋這件事呢 1967年 你說不說 反英、抗暴、定義 或是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 他又怎樣說 這兩件事 是不可以不碰的 香港的歷史 是非常重要的 火少林彬他不說 這件事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倆寫了一個子弟 不用說 歷史場合 至少 除非你們把中間的 died 殺死 否則的是 這班城市民 只喜歡上網 懂得看其他的 說明報紙雜誌 不是香港那隻 一定會拼壞你的 事實是把崴前 當然我們比較公道 這些的技術 他這個課程大綱 沒有說你不准寫這些 絕對沒有 但時間第 就是 學校裡面的書是教科書出版社所編的書 教育局沒有自己編書的 這個肯定是 那些教科書現在真正做中國歷史教科書 而又有一些競爭力的 都是大約三間 他們要考慮歷史的教科書 尤其是中國歷史 他們除了考慮經濟利益之外 還要考慮政治降線 他們編數學不用考慮這些 但是編中國歷史就要 所以編出來的時候 編的時候他們怎樣看 他們怎樣編 怎樣拿捏 我就覺得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的那些編輯 或者作者 應該就沒有這個功力 你只是蔣介石 你怎樣寫都已經投入 別說蔣介石 那時候說越南戰爭 我最記得我自己親身見過 我們私底下都說過 有些輔助教材出來 美國兵越南 包括他的瀑蟲國 他真的是趙抄 他不是因為他認為美國 那場是不義之戰 他不是因為有任何政治的考慮 而是因為那些編輯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瀑蟲國 不知道他們趙抄上面大陸出來的書 就照抄下去 其實是美國的盟國 現在有很多都是照抄大陸的 但他們不明白 抄的時候不明白 就照下去 其實有很多人不想他們明白 最好照抄 抄完簡體 一流 很方便 簡體字的書容易找 你不會有政治後果 而且是政治正確 不用想 而且他們因為編輯這些教科書 他們是要送審的 他通常有三年左右 由整個諮詢到正式 逐級啟用的時候 就是2016到2019年 即是三年 他編輯之後還要送審的 所有的教科書 即是中國歷史教科書 是要送去審 如果他覺得你是不符合 這個干擾的精神 他是可以殺這本書 那一刻的投資 你是沒有了 所以他一定要顧慮政治風險 那當然最好就是安安穩穩 不要踩街 這套所謂審查制度 就是當年英國佬的偉大發明 不要說英國佬不懂政治 審查 如果你是言論自由 你怎麼審查 很明顯教科書的環節 就沒有言論自由這回事 想清楚 所以過去十幾二十年的進化 其實已經是令到香港 不同了以前的樣子 真的有些人很天真嬌地 震鼻一呼 我們以後都不做殖民地奴隸 你一聲不做殖民地奴隸 你醒覺 不就發覺你不會再受人洗腦 你不做殖民地奴隸 那我想問這班人 你如果對香港歷史有少少認識的話 為什麼在1949年之後 這麼數以百萬計的人 從大陸走來香港 做殖民地奴隸呢 香港當時的生活是很苦的 為什麼這麼艱苦 都還要走來香港 是冒死的 很多人死到屍骨無全 為什麼呢 為何做殖民地奴隸 為何做殖民地奴隸 更過癮 做偉大祖國的公民呢 所以這些所謂的綱領 就不會有答案給你了 他不會有答案給你 我從小到大都不看正經書 教科書對我 有如水過壓背一樣 我也覺得沒有需要的 我現在學日文也是 硬過流行 不斷都沒有 我知有這個教科書 但我永遠不會背 不會記 我考試成績是很差 不過 到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很不同 所以這些教科書的東西 你真的要笨到鼻才會去背 尤其是這件事 小朋友這件事 很厲害 我告訴你 他會背 他會考試 他不會相信 搞清楚這件事 現在不會相信 現在信的人會越來越少 那些人會相信電視劇 他們是會相信 你補習明師 如何貼題目 會考到高分 他明知這件事 將技術和價值 分得很清楚 現在所有的繁忙兒童 你以為真是傻的嗎 做這麼多課外事 考這麼多事 讀這麼多書 就是滿足老母 滿足完老母 你以為他真的會內化 你會相信嗎 不會相信 是聰明仔 還有一件事 聰明到什麼 他根本不重視這些科目 因為他老母 加上自己 都已經很清楚 這些科目 在社會上找不到食 是找不到食 完全找不到食 自從你發覺選讀中史的數字 插水 就是這樣 當你不是逼你讀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會讀 這麼簡單 對 現在減到七百千左右 不斷減少 學校都不開 有些學生想選 他爸爸沒有反對 對 因為他們覺得 讀來做什麼 他就覺得 中國歷史 即使你出了這個 這麼愚蠢的想法 就是 將中史變成 必修科 那你猜一下 又會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用 有用的 主要你大學 進入的時候 所有文理科 全部一定要強迫 中國歷史科合格 那他就讀那個 Sillibus 跟補習天王 補習天王 他會背雞精 他未必一定會背教科書 所有學生都知道 考試背教科書是沒有用的 一定要雞精 但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Inception那部戲 潛移默化 潛移默化 沒錯 就是 這部戲 我不是覺得很印象 那些特技 其實現在那個 Dr.Strange 我覺得還震撼過 不僅是幾年之後的特技 但是我覺得 Inception之所以 精妙 就是 作於它一個 概念 就是一個 你一個念頭 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 進入了你的腦袋裡面 那它就一直生根 一直成長 那你到底 作為一個父母 我還不是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父母 應該教的是什麼 就是子女如何思考 還有你是不是有一個 screening process 這個作為一個佛教徒 就是我是一個佛教徒 就是你要很aware 很mindful 我們叫做 你腦裡面存在什麼念頭 你到底裡面有沒有一個 screening 一個審視的機制 有什麼念頭進去 你到底 給不給它繼續成長 你到底給不給它值根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但是現在看來這套教育 雖然說資訊流通 雖然說可以Google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但是它是不是現在 正在接觸這件事 就是Inception的概念 很拙劣 我覺得李航祥的Inception技巧 比現在的 當然 當然 為什麼國民教育會拖垮呢 其實不是課程綱要 或者國民教育起初出的時候 只是施政報告裡面 一句而已 很短 就是有一些傍人 放肆不切 就自己弄了一套教材 那套教材 那套教材 那套所謂指引 也不是教材 根本不是官方認可的 但是他們就不切 就出來 彈出來 結果 就個個拿去放大 竟然放大 就拖垮了 很多不切的傍人 其實就糟糕了 不過他們自己又覺得 這些是要功 那這件事不一樣 不知道他們將來會怎樣 不過我相信現在的年輕人很聰明 即是你寫的東西 他們未必一定相信 他們上面也知道 所以最近大家都看到 有一個叫做基金 團結香港基金 每年輸入多一萬五千個內地專財 不是全世界 說明是內地 即是說 我怎樣教都教不了 殺了你們又不太好 不如再加速個混淡程序 每一百五十個都不夠 每年多一千一萬五千個 還要是專財 混淡就換 你看看香港大學的什麼加火 就是學生代表選舉 紅包 是 怎麼選出來的 用個賄選 小事 就算不賄選也可以 紅包很大 因為他的同學 十個只有九個 都是輸入專財 講完 當然是支持自己人 很民主地選出自己人 他那個是Postgrad那邊 大部份是那些 問題就是他心目中的專才 因為一百五十個 有很多都是來和香港的老公團聚 那些人沒有辦法 上到位做了一個key post 你如果一萬五千個專才 你很短時間之內 是在整個工商 工商界和工營機構等等 現在其實都有 不過如果一年多一萬五千個 他們會更加有條件去全面接管 傻呀 這就是一廂情願的 雖然客觀效果 你看看學生選舉結果 知道什麼一回事 但未必會是這樣的結果 會出現到 在所謂生根那一刻 你想想那些人 做跳板而已 那就是 那些人說 香港有什麼好處 我都不想要 永久的人生做 那就是不簡單 那就是不簡單 你不要來香港一扮 來這裡有食有力 即是招呼每年一萬五千個精英 都是有食有力 你來拿中環也好 來拿學位也好 其實都是有食有力 說到尾 你在香港推出這些政策 由九七到現在 由釋法 什麼什麼什麼 搞六八九 還是搞洗腦 什麼什麼都好 為什麼越搞越獨 就是因為你機關算盡 結果 那些火隊不斷燒到自己身上 自作而不可活 沒有人是這麼傻的 即是說 to be fair 真是精英那些人 大陸更好溫 香港 他用什麼來在這裡 逼板間房 劏房 第二 他外面那個世界 天大地大 他去美國 不要去歐洲 所以說 來得香港 停留在那裡 都只不過是跳板 打算下一步 而且你看一下 我對這件事 之前新聞已經出過 你那些國內高官 那些紅二代 官二代 已經去過了什麼 那些美林 全部 Morgan Stanley 已經爆了新聞 記住 全部都是 亡我之心不捨的 帝國主義美帝 似乎不愛國 你不送去敵人那邊 不安心 很過癮 如果有美國企業 來收購自己國家的企業 是光榮 有老我來收購 由水魚來收購 其實現在小米 是不是在等蘋果去收購 他已經借了 子公司 收購比較限 所以其實香港 如果本身 已經可以自己 玩得不錯 你放手給香港 自己去玩 絕對對整個中國 或者整個中國的政權 就是百利而無一害 他懂得這樣想 就是因為黨性 都是因為黨性心魔 應該是說 心魔還有什麼 剛才說 好死 要心要肺 就是機關算盡 機關算盡 即是說 如果他真的用平常心去理解 天下本無事容人自養 就是這麼簡單 但因為他沒有用平常心 香港亂得多 香港怎會亂 正正就是 因為他沒有辦法 有一個女王 都明白為什麼 今天是自衛將 想太多事情 他把腦袋塞了 讓用機關算盡 讓用玻璃心 讓用想著謀反 讓用想著有什麼陰謀 於是他用一些最愚蠢的東西 企圖撥亂反正 企圖阻止 結果就是越搞越亂 越搞越亂 即是不科學 不科學 連證都撥回亂 其實這個課程大綱 他的洗腦教育 我想說這個我們可以防止 但有些我們真的防不了 你知道嗎 over time 幾分鐘說一說 譬如我搭的士 看到那個車裡面 申請最新的IT信用卡 不是卡 不是口字哪個吉字 是卡通過卡 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很無意之間的 一個中港融合 還有新聞 怎麼會是航天園 太空人 為什麼不是太空人 因為是航天園 現在突然之間變了 還有 這個我更加受不了 就是Now TV都失手 就是希特勒 希特勒 就是希特勒 是不是 不止很多 Rion變成了瑞安 這下才我 這下才我命 以前會怎樣譯 就是賴人 賴人 白賴人 Rion就是賴人 Rion就是賴人 現在變成瑞安 現在變成瑞安 是賴人 因為大陸的譯法 要突出每一個音 香港 過去幾十年的譯法 也有 也有一個音 問題就是 粵語的音 不是普通話的音 而且粵語的音 有一個意 不能亂來 比較雅的 而且英國人的漢文化水平也挺高 這個也是 所以 這麼文化 所以 港督譯德的名字這麼漂亮 民間也會受到它的影響 譯出來的也比較漂亮 你看以前荷里活的影星 在香港譯出來的名字 柯特尼夏萍、韋雲里等 伊波拉變成什麼 埃博拉病毒病 你老闆 我真的比這四個字 阿仙羅的教練 以前最早譯到旺烈 我也是打破頭 就是誰 所以這些 把關是靠自己的 傳媒現在 她怎麼去理你 她的資金何來 大家都明白什麼事 所以 希望多些父母 能夠幫子女 未有能力 守護自己的腦袋 即是善護念 我們叫做 守護自己的心念 以及你的思想之前 父母要做好這個角色 阿仔不要看那麼多 是新的 關於睡覺 平常心 大家睡得好 明天繼續留意 戰情發展得如何 好 接著我們下一個節目 是禮拜六的禁失不禁話 很煩的 請大家 Like 我們 對不起 禮拜五的聚言堂 十一點半 接著是禮拜六的禁失不禁話 禮拜日的如是我問 請大家 Like 我們的Facebook Fourum 以及我們的YouTube 一有新片 你們就會知道 好嗎 拜拜